总体来讲它的一个特征是很明显的 就是现有的关于事业力的统计 就是它是通过一种普查的方式得到的 就是它通过各种渠道 把所有就业和失业的信息进行搜集 然后呢用我们的定义来进行计算 这是它的基本方式 所以它通常有三种方式都可以得到一些信息 就是国家统计局 劳动社会保障部 这个劳动社会保障部很重要的 它提供了失业的信息 当有人失业了 他们就会去劳动保障部登记 登记为失业者 这样可以领取国家的一些失业的赌注 救济金 还有一些人呢 就是属于传统教三部管教人 或者就是说私营企业个体户 这些人他们通常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通过他们的一些相关的信息 他们可能是进行了工商管理登记了 这样就默认为他们的就业了 他们属于私营企业 所以实际是个比较间接的渠道 是一个比较间接的渠道 但是这部分人呢又很难通过一些 因为国家统计局这个体系 它是一种官僚体制 我们简单说 说的这个也不太好听了 它是层层上报 对吧 就是说清华大学多少就业 报上去 这个某一个企业多少就业 报报报 对吧 清华通过教育部报上去 这个企业可能通过这个 相关的部门 可能也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 或者通过什么部门 国有企业通过国资委报 这样统计局给它收起来 但是这个渠道不完整 这些私营企业个体户道覆盖不到 对吧 没有人私营企业说 我这个填好了统计表 我交给谁 没有人可以 他没有渠道可以报 所以他就通过工商行政管理局 这个渠道来间接搜集 有一些事实 我们可以 中国在04年还是对吧 有成年人是10亿1400万 这个劳动力是中国叫经济活动人口 那是劳动力的概念 是7亿6800万 就业人口呢是7亿5200万 这个所以可以算一下 如果根据这个数字来计算 参攻率是75.7% 这个是比较高于美国 失业率很低 这样算出来才2.1 对吧 就是就业人除以经济活动人口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是说就业人口 是这个高度了 就是这有重复计算 因为这个就业人口包含的是 特别是农民工这部分有重复计算 他在城镇就业当中计算 比如清华大学招的农民工估计也算在了清华大学就业里边 同时呢 他在农村又被算了一遍 他作为农民 也算在农村就业人口当中 所以这样就算了两遍农民工 所以农民工对降低中国失业力做出重大贡献 因为他被算了两遍 还包含一些人 所以这个有时候比较荒谬 就是说这个普查他很难避免出现一些问题 他包含了非本国居民 他也算到就业的普通中 也包含了退休人员退休反聘 所以这个就会带来重复计算 当然我们现在会说失业人口低估也有可能 这个登记失业率是一个很受诟病的指标 很少有人认为登记失业率能够反映失业 我们下面再来说这个失业率低估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失业率指标叫什么呢 叫城镇登记失业率 首先他只针对城镇 农村的失业一律不管 当然农村当然情况比较复杂 这个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这个问题 就是农村 很难横掉一个人是失业还是就业 这确实是这样 所以这一点倒不是很很有问题 当然这当然也带来不完美性 第二个它是登记失业率 这个被认为是有很大问题 因为有很多失业人不去登记 所以这会带来很大问题 所以或者有些没失业也去登记 他会领失业救济金 所以这个误差是一个无法估计的误差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还是美国人那个办法 你去问 他一家问 抽样调查 这个会得到一个一致性的 经济学同学上叫一致性的估计 如果你通过一个登记的办法 你得到的是一个肯定是有偏的估计 所以这个不是很好的一个指标 怎么计算的也非常复杂 首先有一个分子登记失业人数 这个就是在劳动保障部登记的失业人数 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低估的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底下的分母就非常复杂 实际上就是为了矫正我们刚才的那些就业人员当中的那些重复计算 所以就把 所以是城镇单位救人员减使用的农村劳动力 为什么要减 因为这里面有重复计算 减聘用的离退秀人员 这是不应该算的劳动力里边 属于非劳动力 外方人员 这个不属于中国的就业的人口 但是还要加 在加的这些呢 就会使得失业率下降 不在岗职工要加点 不在岗职工比较复杂 可能是这个属于什么修产假 比如说修假 也可能是说这个前一年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属于这个停行留职下海 这个也算不在岗职工 就要加上来 这个其实也可能大来重复计算 因为它可能下海 在别的地方被算到了 这个就业人口里边 还要加一些 这些统计都无法包含的人 就是主要是私营个体户 以及在这些私营个体户的 这个企业当中就业的人 这部分其实是非常 非常不容易算准确的 非常不容易算准确 所以有的可能没有进行工商登记 比如说 这个在清华本州外卖羊肉串 这可能没有工商登记 但是他也是就业了 拉三轮了 拉黑车了 这个都很难计算 所以当然最后把失业人口再加进来 所以就业加失业除以 去除失业就得到失业率 所以这打补定的办法算出来 简单说 所以四点二 基本上刚才说黄金率 每年都在四点二附近变 所以这是官方也公布了这样一个 随年份变动 总体上来讲是七十年代是非常高 那个时候大量的农民 那不要农民进程说错了 那叫知情返乡 返城 从农村回来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鼓励私营企业发展 其实一部分是被逼出来的 就是说那时候找到木耳就鼓励大家个体户办企业 所以这是逐渐下降 到了九十年代由于下岗 就开始又上升 九十年代末 这里边的问题我们说了 其实首先登记本身就有问题 除了登记这个问题以外 就会说没有考虑农村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其实可以理解 没有考虑农村 这个是在很多国家都很难 发展中国家都很难计算 下降职工 这个我们说比较特殊 中国是在下降职工这个方面 简单说我们是做了一些手脚 在很大的意义上 没有把下降职工作为失业者来对待 所以我们如果把下降职工放进来 失业率就会有所调升 简单说就会以上 827变成1000多万 其他都不变 因为底下分母都没变 底下分母那个不在上职工 其实包含了下降职工 所以分母不做任何调整 这样得到失业率是5.16 就已经稍微高一点了 这还是在零四年 在零四年之前下降职工的人数非常大 基本上跟失业人数是一半 对一半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会有100%的 这个 膨价这个失业率 这个地方如果考虑下降职工也会有问题 比如说有可能是低估 因为下降职工 他离开在这位服务中心 这就不叫下降职工了 如果你离开了所谓的企业的 因为你下降以后说企业有一段时间 就属于脱广 你还在企业 企业可能给你发很少的基本工资 这样帮助你去找工作 但过了一个时间你找不到工作 你可能离开这个在这位中心 这样你不再是作为下降工人对待 那么如果你又不去登记为失业者 你就成了非劳动力了 当然也可能高估 因为有些下降工人他已经有工作 但是他为了得到下降的一些好处 他可能会说他没有工作 所以这个地方 对下降职工这块有可能会有 但这个问题慢慢在消失 因为现在下降中越来越少 看一下这个图 这不是很清楚 这个黄色这条线是下降职工的 每年的人数 是个存量的概念 但是每年都在变动 所以从零年开始在迅速的下降 出于某种原因我也不太清楚 下降职工的人数在迅速下降 可能是因为这些人都突然找到工作 有可能说政府都突然不管他们了 对吧 这样的可能性都存在 失业人数呢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同幅度的 不是同幅度 但是同这个同时刻的这样一个增加 所以很显然有一部分下降职工 最终变成了失业者 他们最终丧失了下降工人的荣誉称号 然后被当成失业者 所以这就给人很多联想了 第一个联想是说 他们可能都没有变成失业者的人 都找到工作了好消息 有一部分人失业但是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数字下降的幅度 比这个失业率上升的幅度要大 从六百万下降到一百万 失业人只从六百万增加到八百万 所以这当中差了将近三百万 所以他们都找到工作了 这三百万人 第二种可能是这三百万人都成了气馁的工人了 这当中可能性可能都有 但是没有人知道 也许没有人知道 究竟是他们去哪了 所以这里边有 可能隐含了一些失业 没有反映出来 所以我们虽然向工人的人数在下降 但是可能不一定能够乐观地认为 他们都找到工作了 所以我丈母娘和老丈人就属于这样 他们没有找到工作 但是他们找到工作了 就是帮我带孩子 但是这个属于叫非劳动力 属于家务劳动 很多我相信在座的父母可能还比较年轻 可能你们就上一辈 有很多这样的下岗工人 然后找不到工作 我的母亲也是这样 这个是 把中国的失业的人都找来 问他们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就得到这样一个表 就是说 把所有的失业的人找来 问一下你们都属于什么类型 所以这里面有36%的人会说 我是因为下岗或者内退失业 这个比例呢 我想有可能高股 为什么呢 可能不到36%的人是下岗工内退 因为他们可能 只有下岗工内退的人去登记了失业 有可能 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政府管着 一开始管着他们 他们可能登记了失业 所以其他人可能不登记 所以他们可能搞过 但是有可能低估 这个时候 对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也低估 因为他们可能也不去登记 不要说 这个36%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他们会说 我们是毕业了 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生 这个20%都是这样的人 也很大的一个比例 但是这个数字不能反映 究竟有多少大学生毕业后 找不到工作 这是两个问题要注意 这个19%到50%说 所有失业人当中 其中的19%是毕业后面找到工作的大学生 所以你要算 究竟有多少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就要用这个19.5去乘失业的人数 就得到失业的大学生的人数 去除每年毕业大学生的人数 或者这地方都不应该除每年毕业大学生的人数 因为是个存量概念 你应该除所有已经毕业的大学生的人数 这样就得到大学生有多少人找到工作 如果有人兴趣可以去算一下 可以作为你期末论文教给我 都可以 算一下 大学生当中有多少找到工作 还有一些是说是年单位破产 这个跟下国和内队其实很像 下国和内队是说这个企业没破产 但是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干脆就直接破产 还有一些就比较像市场经济的情况了 辞职 不干了 合同期嘛 这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隐形的辞退 对吧 合同期嘛是说不要你了 实际是说你被辞退了 但是这是法律允许 不会给你补偿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中国特色 承包土地被重用 说你原来是农民 但是呢 我们说你这个地争了 新华大学要盖宿舍 对吧 完了你就成了城镇人了 人家给你城镇户口 说你这地被沾了 你就给你城镇户 但是不给你找工作 对吧 这个有的拆迁是要包工作的 有的是不包的 也许没给你包工作 北京可能比较文明一点 给你找工作 去这个新建的这个 新华大学宿舍当一保洁 对吧 有工作 可能没给你工作 你就实业了 承包土地被重用 被辞退 这就是属于你被fire掉 这就是对吧 任何人都能理解的一种事业 其他 所以男性和女性差别 可以看到并不是很大 最后两年数字告诉大家 就是大学本科生当中 这个概念非常要注意 不是大学本科生当中 有多少人找不到工作 而是说 所有找不到工作人当中 具有大学本科学历 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 最大的一块还是说 下岗和内退是 还是有一部分 老大学生 老大学生 五六十年代大学生 百分之五十二这里边 是毕业后没找到工作 这其实很显然 对吧 你大学本科毕业 你找不到工作 通常是你毕业后没找到工作 如果你已经找到工作 我想通常有 对吧 不是很容易被辞退 所以有14%是辞职 就自己不干 跳槽属于 对吧 在 当然跳槽以后 没有找到工作 暂时 这就被失业了 研究生当中 这个对吧 也有一些是老研究生 是下岗或者内退的 还是绝大部分是 毕业后面找到工作 当然还是你要算 如果你要感兴趣说 研究生当中有多少毕业 找不到工作 那你需要做一个计算 先把这些42.9 乘以研究生毕业人数 再去除一下 研究生毕业的总人数 所以这里边信息不全 你不能推断 究竟有多少研究生 毕业找不到工作 这个辞职 这个比例很高 这个可能反映了 研究生的这种 对工作更挑剔 对吧 所以这里边有些信息 但是我们都只能做一些猜测 无法准确的判断 那么我们后面会提出一些理论 来试图解释 为什么会有失业 以及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经济学的一个参照系 我们称为叫benchmark 是说没有失业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一个理想的劳动市场上 这个在均衡的工资水平下 所有愿意就业的人都能就业 对吧 劳动力供求是平衡的 你不愿意就业是什么原因呢 你不能接受这个工资 你觉得它太低了 这些人我们说不算失业 你们算自愿失业 对吧 就是说在你不能接受这个工资的情况下 你不去找工作 属于非劳动力 所以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是认为没有失业 你只要愿意找工作 能够接受市场的工资 你就会供求平衡 你就永远能找到工作 所以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经典经济学不能帮助我们解释 为什么会有失业 所以一定要解释失业 就已经离开了供求平衡的框架 如果你说供求是平衡的 对不起 就没有失业 你就不法解释失业 所以我们现在的很多理论都比较怪异 就是因为他们都不能用市场供求平衡来解释 有一种其实跟市场供求差别最小 基本上它还是用为市场供求平衡 但是它只不过做了一点点修正 就是说市场供求是平衡的 但是人们老在换工作 可能每一个市场长期来看都平衡 但是呢 架不住人们老去换工作 这样就会带来失业 就是人们会在转换工作 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由于摩擦性失业 就是市场不是没有摩擦 而是有一些摩擦 你转换工作需要时间 你不能说我今天辞职 明天就能找到工作 这个可能性很小 所以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有一个失业的状态 这个称为叫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 叫Frictional Unemployment 当然这种情况通常是 较短时间的失业 因为你找工作不能 找一辈子 那基本上你就 不能算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里边最主要的一种 实际就是所谓叫 寻找工作的失业 Jump Search Unemployment 就是你为了找到一个 跟适合自己的工作 选择了暂时失业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说 一个匹配的问题 工人和企业要有匹配 工人要找一个 他自己喜欢的企业 企业也需要找一个 适合他的工人 这样就会有摩擦性的失业出现 所以它的不同在于什么呢 它不存在过剩或者短缺的 比如说我们说 失业一般说是过剩 就是劳动力就供给大家的需求 就是有很多的人 想找很少的工作 就会带来失业 但这个摩擦性失业 比较有意思的是 它有可能说 有的人找不到工作 同时有的企业找不到人 对吧 所以这很奇怪 它不是短缺 从企业的角度 它可能是短缺 它找不到人 从工人的工作角度 它是过剩 它找不到工作 所以这种摩擦性失业 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既不是短缺又不是失业 或者说既是短缺又不是失业 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是一个摩擦 简单说 那我们说 为什么会必然出现这种失业呢 你可以想象说 如果经济没有变化 这种失业会慢慢消失 一个静态的经济当中 在一段时间 可能有些人在找工作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再来看 它总终总归会找到工作 所以摩擦性失业 会不会趋静于零 随着时间的发展 它会慢慢变成零 我们说并不会这样 因为经济一直在变化 说你找到工作以后 过了一段时间 可能这个工作又不适合你了 或者说这部分人 在这段时间找到合适工作 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在 就发现他们工作不合适 所以产业结构在变动 地区的这个经济的 经济在各个地区之间 有的地区很繁荣 对吧 底特律在原来 美国汽车制造 在世界上称霸一时 底特律是美国最繁华的城市 现在变成 基本上美国最萧条的城市 因为美国汽车产业 慢慢在衰落 对吧 所以可能原来这个旧金山 洛杉矶是美国比较差的城市 现在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 它成为了最好 所以这就会带来人们 对吧 可能底特律很多人失业了 慢慢就 他们不得不找其他工作 会不到其他城市找工作 所以这样就会带来一些 永远都会有摩擦性失业 因为这个经济永远在发生 结构性的变动 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农民工进程 对吧 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 这样农村的就业的人数 就在不断下降 然后都往城市来 这中间就会有摩擦性失业 农民工进程 可能需要花一段时间 才能找到工作 而且中国这个情况可能很严重 因为农民工的待遇很差 对吧 他们一般也不签合同 或者说 他们也无法在城市里定居 所以每年春节他们要回家 然后再回来之后 又不得不重新找工作 所以这里边 这种摩擦性失业 可能还从某种上讲 还是很大的 所以工人寻找并找到新部门的工作需要时间 所以这样会带来一个摩擦性失业 那么有很多办法帮助人们减少摩擦性失业 但有的办法会产生意想不大的后果 代表会说 比如说开办就业代理处 就是提供就业信息 或者说公共培训计划 帮助人们训练新的技能 还有一个就是失业保险 这个我们代表会讲 这个比较有意思 所以最简单的是 政府提供一些信息 农民工进程 可能当地政府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 在我们地方有工作 可能目的地区的政府 也可以提供一些信息 帮助他们就业 但这个我觉得 可能目的地区政府做的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少的 更多的还是他们来源地区的政府 他们可能做很多工作 训练他们 培训他们 农民工到城里来 让他们学会新的技能 这个有一个经济学家叫毛鱼士 大家可能都知道 他曾经就办过一个这样的学校 帮助农民工 培训他们 比如说怎么到超市买东西 农民工刚来 进超市一下懵了 没见过那么大地方 告诉他们怎么买东西 怎么挑 这个怎么样 就各种培训 它是随它一种义务 完全是 等等 这样一些方式来帮助 人们转移到别的产业 产生一个意想不到效果的政策 我们称为是事业保险 而事业保险本身的目的 当然它跟事业本身可能没有什么关系 它跟事业力的变动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它只是说为了向事业的人提供一种保障 他们获得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收入 不至于事业以后就完全没有任何收入 但是它带来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是什么呢 它可能激励了人们更缓慢的去找工作 这个很自然 因为他们在事业的过程当中既然有收入 他们就更挑剔在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找工作的机会成本就增加了 所以它增加了事业 事业保险增加了事业 所以在欧洲这样一些事业保险很高的国家 他们通常也是事业率比较高的国家 那么这样看来事业保险 这个究竟很糟糕 但是我们也不说不一定 为什么呢 它虽然增加了事业 但是它提高了匹配的质量 就是工人这样的时候会更耐心的找工作 会找到更适合他们的工作 所以它有一个好处 它有一个坏处是增加了事业 它有一个好处是提高了匹配的质量 就像这个社会一样 有很多人单身 但是你不用担心婚姻 它在你意味着 婚姻的质量比较高 现在这个社会单身的人越来越多 但这里有气垒的单身的 也有属于那种正在寻找 没有对象但正在寻找对象的单身的 所以光看单身这个指标上升 不能说明这个社会不好 可能说明人们的婚姻不美满 也可能说明人们追求更美满的婚姻 所以 跟这道理是一样 跟这道理是有类似的地方 这属于摩擦性事业 那么提到摩擦性事业 我们再稍微多几句 就跟中国最近 中国出台了一个劳动合同法 其实跟这个摩擦性事业有很大的关系 劳动合同法实际上它的意图是减少摩擦性事业 劳动合同法最关键的一条是说 当一个雇主雇用了一个工人 两个聘期以上 就必须给他签订无限期的合同 你可以说中央韩道清华来 第一聘期三年 可以三年完了以后 清华可以不提任何理由把你解聘 这是可以的 因为你合同到期了 然后还可以再聘一个提聘期三年 说行 到第三个平均说 清华还要要你的话 按照国家的劳动法 合同法 所以不能再三年了 就是无限期合同 除非说中央韩 经济学院里讲得很糟 教育评论都零分 然后研究文章一篇写不出来 甚至发现学术作弊 否则没有理由把他开除 不能说他再干三年 我还可以把他开除 这听起来很好 说这个 这个人不就减少失业了吗 对吧 农民工干了第三个聘期 他就这个 人家不能随便解雇他了 他就不用再去找工作了 但是你忘了一件事 那头两聘期的 现在是说我干脆不聘你第三个聘期 我每个人都只聘两个聘期 你来了以后聘完两个聘期 你再好我都让你回家 所以发现这种情况 对吧 清华幼儿园 我们这个网上挂了一个案例 对吧 你回去看 就发生在清华 所以专门把他作为案例放在这 所以你先回去 你先回去 我们说会聘你 但是我现在不承诺聘你 你先回去 未来时你再回来 我聘你 这就是为了躲这个第三个聘期的问题 所以那农民工他不懂啊 对吧 他没学过经济学 他觉得这个 他要闹对吧 他觉得这个不合 所以很多当时华为对吧 就是说我都把你解雇了 等一段时间我再把你们找回来 你们就算新工人了 我们就有一段中间中断 这个法律可能有些漏洞说 这个中间中断重新聘用 你就不算 那个头两个聘期可以不算了 这个 所以就产生很多 实际增加了失业 对吧 本来是试图减少失业 但是这样就使得企业 他不愿意聘用第三个聘期 他就每个人都只聘两个聘期 对吧 这样增加了谋长失业 所以这个法律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现在很多人批评他 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以后 有个人说他是雪上加霜 对吧 但是他也没有经验证据证明这一点 说他究竟对这个 现在失业率的上升有多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是这个 劳动活动法 类似于一种失业保险 有点像失业保险 但是他 他可能比失业保险更糟糕 对吧 就是说 增加了失业 所以这个 这也是在 其实在法国也有类似的法律 对吧 法国政府也试图要修改这些法律 但是都遭到很大的这个 这个 阻力啊 就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 这个失业的问题上 我们还是经济学讲的 对吧 人对激励要做反应 要考虑政策的 直接的效应和间接的效应 它可能产生一些间接效应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 学过经济学以后 要更加当心的地方 好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